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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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栏目 如果病人有心脏病 曾经试过心脏病有糖尿病出现突然死亡风险或心脏衰竭死亡风险远比无糖尿病高 如果有糖尿病和无糖尿病的病人出现心脏血管问题或心脏衰竭的情况可能差2-3倍 所以有糖尿病是一个很重要的诱因令病人会出现心脏衰竭 当然在治疗糖尿病中可能有很多时候的想法都是 我们想控制好糖尿 血糖的数字要低 但在心脏科医生的想法就有点不同 确认血糖的数字高低也好 最后我们想的病人就是 不要有病发症 不要有心脏病发 不要中风 不要因为心血管的问题而死亡 如果我们两个不同的出发点的时候 其实我们选择药物的时候就会有不同 在以往大部分的口服药物都没有明显改善到心血管疾病问题的事故 心脏健康的好处 其实针疾药物也不仅一种 也有很多不同的类型 一些我们都听了很多年 一讲糖尿病就会想起胰肚素 如果用胰肚素的话 其实我们去治疗的时候 目的在哪里呢 很多时候就是把血糖控制下去 就希望控制了血糖 出现病发症的机会就少些 但单单用胰肚素去解决这个糖尿问题 去控制血糖是没有问题的 但胰肚素能否最终减少出现观心病 或者出现了心脏衰期 其实这数据不明显 近这大概5至10年 就有新一类打针的一些医糖尿的药物 英文的名字叫GLP-1 在一些叫做大型的临床研究当中 用这些病是可以减少出现中风 心脏病 突发的心脏病 或者心血管死亡的情况 是达到十几个百分比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近这几年就发展到 其实就不是了 我们是一个星期打一次 对于病人的医虫性 或者生活上的障碍 影响就会再低很多 其实用针剂的药和口服的药 其实目的都是想处理疾病 不过很多时候有些药物的设计 不能够口服的 必须用其他办法进入身体 是否打针会比较严重呢 其实我们去治疗疾病的时候 我们要分得很清楚 其实我们在做什么 我们想达到什么结果 其实我不想中风 我不想出现心脏病 当你知道这些资讯的时候 就可以回去找你的医生 跟他谈 最重要跟医生的沟通 就要很直接的 其实我觉得医生和病人 是一个很好的伴侣 是一个很重要的 治疗成功的一个用途 请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一下小小钟 欢迎订阅门